1,2,3 嗨,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是一个关于我平时怎么自己卷头发 以及我的一些技巧还有心得 还有一些我会用的发型 我先把头发分成了两部分来卷 然后先卷下面的部分 因为它是里层所以卷到好不好看也无所谓 主要就是起到把头发撑得蓬松一点的作用 所以就可以随意一点就好了 我用的这个卷发包呢是没有夹子的那种 我个人觉得这种比较好操作一点 然后卷的时候呢就全部往一个方向往外就可以了 然后每绕一下的时候距离离的稍微远一点 这样子出来的弧度会比较自然一点 下面卷好了呢就可以把上面的拆掉 然后卷也就是外层 然后最关键的两缕头发应该就是脸旁边的这两缕 然后我这两缕头发一般它自己都会有一点卷 所以我喜欢按照它自己原本的弧度来卷 然后卷到后面呢就随意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我觉得越随意它出来的话也就越自然 然后就是有一点我比较喜欢就是我会卷 比如说一缕比较粗一点 然后卷一缕比较细一点的这样子 它不会每一缕卷都是一样的 然后一个比较基本的卷发就完成了 我比较喜欢把腰弓下来 然后把整个头发倒过来甩两下 这样会比较蓬松一点 然后这个卷发是比较欧美的 所以它的发尾是比较直的 所以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样子呢 你可以拿一个直发的甲板来把发尾部分做一个内扣一样的 然后不好意思这里没有拍清楚 我没有注意到 不过这一步特别的简单 就是把它夹住然后扭一下 然后拉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一般大部分人都会的吧 然后卷完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种效果会比较像天然的卷发 因为头发本身就是卷的那些人 发尾也是卷的嘛 然后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头发卷了之后 可以做的非常简单的几个发型 然后呢我们要用到一个这样子夹子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反正应该挺常见的 就分出一部分头发来 然后稍微用手抓两下就可以了 然后在后面扭一下 然后用这个夹住 夹好了之后呢我会用手把就是发根的地方抓松一点 然后拉一些碎头发出来 这样我显得比较自然 因为我在外面总是会被别人看成小孩子 所以我用这个发型呢会去一些场合的时候 就会显得我成熟一些 然后下一个发型呢就是一个低马尾 如果头发没有卷的时候 扎这个头发有时候会像一个村姑一样 但是卷了之后就会看起来非常温柔 然后也有这种成熟知性的感觉 然后看起来也more put together 然后这个卷发呢 同样也特别适合高马尾 就会有一种特别活泼的感觉 然后我比较喜欢用手来扎辫子 这样子的话头发不会贴在头皮上 然后看起来更加随意自然一点 然后对 然后下面一个发型呢是这个半马尾 我特别喜欢在头发油的时候梳这个头发 然后头发卷的时候来梳这个头发 效果肯定也是更好一些 就会有一种特别蓬松的感觉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 那下次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